今年跟大家推荐过一款很受欢迎的手机架系统 应该说是系统吧 手机壳 手机架 充电器 然后车架 摩托车架 脚踏车架 全部都有了 我最满意的这套系统 就是PickDecide推出的这款Mobile系列 那随着iPhone15的上市呢 PickDecide也推出了应对iPhone15的保护壳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这次iPhone15的PickDecide保护壳有什么新鲜感吧 旧的是这个 我已经用了很久了 几乎很少再拆下来了 这个是旧的 那我们要拿黑的 这一次是这个是黑的 从外观来看好像没什么区别 这次纹路比较深 但也不排除是因为我这个比较长 这纹路比较深一点点 那里面就不太一样了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差别 里面的转过来就可以看到 这一次新的iPhone15的PickDecide保护壳里面会有一圈 多一圈这个应该是增加它的导电作用的设计 让它的导电效能更好 很多人都问说 那PickDecide的底座可不可以不要用PickDecide的壳 其实是可以的 只要你有支援MagSafe 基本上都粘得上去 但是因为PickDecide的底座跟PickDecide的壳 再除了MagSafe的圆圈圈 这一圈的磁铁之外呢 就是这个圈圈的四个角落有在加强四颗磁铁 我今天怎么一直把电池讲成磁铁 磁铁讲成电池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这一个最新的iPhone15的PickDecide PickDecide保护壳里面有一些字样子 Mobile by TickDecide 我觉得它的这一块好像有比较厚 摸起来这一块背板好像比较厚 然后它的侧面的这个地方变厚一点点了 整个手感还是维持的不错 那我有试过了把iPhone14 Pro Max塞 是塞不进去的 因为好像小一号 你看塞不进去 那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颜色 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黑色 这个是黑色的 第二个这个是蓝色的 我觉得蓝色也蛮美的 如果我买的是蓝色15的话 我应该就会选这一个 再来就是这一个 不对啊 我就算是没有选蓝色的 iPhone15也可以选这个 反正挡住都看不到啊 这个是绿色的 之前也有做过绿色的 虽然说你们现在看起来可能会有点色差 但是就是一个绿色的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颜色就比较特别了 是一个这个橘黄色 这个橘黄色应该是比较偏户外的这种风格吧 我想还是有人会喜欢的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 PickDecide iPhone15的手机保护壳 目前我们的虾皮 我们布购卖场都已经有同步的展开预购 如果你要让你的手机 iPhone15第一时间啊 就拿到PickDecide的手机 现在就开始预定 我把连结放在我们的影片下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ВО顽 Champ